我如何用一封电邮就让想自杀的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好,我是Chris,我是一个国际讲师 在平常的时候我教别人如何用我们独创的巨星行销法 让世界上没有难创的业 但是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内容 因为在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个高中生女孩子的电邮 那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是因为在两年前我曾经制作过一个关于自杀想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影片基本上就是在告诉别人 这些想自杀的人他们的想法都是在想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找到了我的联络方式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然后告诉我他的问题,他的痛苦到底在哪里 所以网路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之前制作的一个影片 然后上传到YouTube到现在还有人在看 那说到他的电邮之后呢 我也花了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去好好的回复一下他的电邮 然后也很顺利的把它从原本是很消极的一些想法 变成充满希望的一个想法 对未来充满希望 那我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我在创业的期间也学过了很多有关于说服力的一些做法 一些技巧 那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东西 分享了这些技巧 如果你学会的话 你不但可以让你身边的人去更加的有正面的能量 你还会因为具备这样子强大的说服力 强大的说服技巧 而让你的事业要增到下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创业 有关于销售 有关于赚钱 有关于个人提升这样子的内容的话 那现在马上按下订阅 OK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信的内容都在写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是怎么样去回复的 那在跟你分享之前 我想要先声明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还有这些对话 我都是问过这个小女孩的许可 我才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去谢谢她 好好的谢谢她 OK 他的信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Chris 您好 我其实是搜寻我想死的关键字之后 看到你的影片的 我觉得你影片里面说得非常好 我现在在班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我真的快自喜了 我想请几天假 妈妈不准 她总是不愿意好好理解我 总是用强硬的态度 认为学生就应该怎么样子 她也觉得这样子的局面 也是我自己造成的 她每一句话 越听会越怀疑自己 对自己没有自信 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 我开始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好多事情都要看别人的意见 不敢自己决定 班上同学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我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对班上情况 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改善 现在只有一个同学会跟我说话 其他人都很讨厌我 不愿意接近我 我的唯一一位同学他要指考 会请假在家 当他请假我就生不如死 在学校就像监狱一样 好痛苦 我跟妈妈提 我不想去学校 她请假我也不想去了 她就再一次的像我上面所说的 抨击我 真的好想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又会想到我以后想上了建筑系 当时面试的老师那么喜欢我 那么多人喜欢我 我又不想这样子一走了之 这样以后他们就见不到我 只知道我自杀死了 我现在真的很彷徨 好无力 我只想离开那个环境 离开学校 我也不会这样子了 我好想跟我唯一的朋友 请一样的假就好 好累好累 虽然我有大学了 可是现在还有97天 要在高中里面过 我觉得我快窒息了 真的 谢谢你看完那么多 真的很谢谢你 在影片下面说了 可以写信给您 让我可以跟您分享 然后也许这些文字 你会看得一头雾水 很抱歉 那这封信就这样完了 首先我要跟你说 在我回复它之前 我先从信的当中 抓了几个重点 那这些重点 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因为你能不能够抓得住这些重点 对你能不能够说服对方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他的信里面的这些重点是什么 首先他在信里面常常提到的 第一个重点就是 他跟他的同学关系处得不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 他妈妈也觉得他不对 然后也没有去试图的聆听他 想要讲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第二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呢 我称他为是一个人的一个障碍 那找到障碍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找的就是 他的动力到底在哪里 因为找到了他的动力之后 我就能够放大他的动力 然后缩小他的障碍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说服他 对未来充满这个信心 所以他的这个动力到底在哪里呢 他的动力就在于 他以后想要上的这个建筑系 有很多人 有很多老师喜欢他 所以抓到了这两个重点之后 就是他的障碍 还有他的动力 这两个重点之后呢 以下就是我的回复 某某你好 我是Chris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没办法融入环境 自己知道自己的某些行为 或许造成别人的困扰 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才好 妈妈不能理解我 总是觉得我很叛逆 我的朋友也很少 直到现在 除了我的女朋友之外 或许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了解我 为什么我要讲这段话呢 是因为这段话跟他的障碍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要透过我自己的 本身的一些经历 一些经验 来告诉他 我跟他其实是站在同一边的 只要你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跟你的对象 或者是你的客户 做一个连结 那他对你的信任感 就会慢慢的提高 那我接下去讲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小时候跟别人相处不融洽 让我能够洞察到 我跟别人的想法不同 也让我现在能够 很轻而易举的 了解别人在想什么 这让我在创业的路上顺遂很多 也让我的事业 在13年之内突飞猛进 成为了国际讲师 教导别人如何创业 即使我并没有大学文凭 小时候跟大人常常有摩擦 让我现在能够用他们 来当做我的人生教材 我告诉自己 所有他们对我做过 或者是说过什么 只要是我不喜欢的 我绝对不做 也因为这样让我以前还在当国中老师的时候 可以非常容易的跟我的学生沟通 直到他们毕业之后还是可以像朋友一样联络 那为什么我用这样子一个说法呢 是因为我要让他知道他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些障碍 以后都会变成他的优势 我要让他从我的分享当中去慢慢的把他的注意力 从现在转移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接下去我就说 某某我想跟你说 所有过去的悲伤与痛苦 都会变成未来你抓住幸福的能力 因为你的环境会变 所有的环境变化都是你重新来过的一次机会 因为你遇到的人会不一样 所有遇到的新朋友都有可能是以后帮助你 要升到下一个阶段的好人脉 你还年轻 你有的是大把的时间 不要让这短短的三个月 让你放弃了接下来60年所有的量力 希望我花时间回复这封信 可以鼓励你继续加油 期待以后看到你 无论是在建筑这个行业 或是你以后想要转换跑道 你都能够为这个世界天真 其他人都给不了的价值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把他的注意力从现在他所遇到这个障碍 转移到未来他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会有什么样的好事正在等待着他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他对于他自己的未来 有更多的憧憬 所以在当天晚上两个小时过后 也就是晚上的11点半 他就是这样子的回复 他说 Hello Chris 我是谁谁谁 看完您的话 我觉得好感动 谢谢您 谢谢Chris的鼓励 你都能够为这个世界天真 其他人都给不了的价值 这个话 在还没遇到一堆鸟事前的我 一直都是保持这样子的想法 谢谢你提醒了我 我会继续履行这句话的 纵使现在的困境 但是忍一下下就过了 以后班上同学也不会再见面了 我相信我在新的环境 一定可以比现在还要好 一些毛病 我也决定要改一改 我不会再让自己下错棋子 我很期待我和大学的朋友们 能够像现在的我 能像现在的我在美术老师那边 认识的朋友 还有高一的朋友一样 大家相处在一起 单纯又开心 在追求梦想的同时 有一群不离不弃的朋友们 一起互相照顾 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日子 以及刚刚我含着泪 打完传给你的信之后 就跟我的妈妈沟通 也拿着你的影片 给我妈妈看 妈妈竟然愿意软下来 好好听我说的了 妈妈也同意我请周一还有五 让我在家里专心的看建筑相关的书 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我会好好加油的 谢谢Chris 很开心跟你的这段缘分 希望未来有机会 我也能像你一样 这样帮助一些正处在迷茫的朋友们 这个朋友可能数位平生互不相识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对话 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 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对于我来说 拥有这样子的 我称它为所谓的英雄说服力 拥有这样子的说服力 可以让我说服几乎所有身边的人 不管是他们想要做重大的决定也好 不管是他们很消极也好 不管是他们做了一些 我不太认同的一些决定也好 我都能够用这样子的英雄说服力 去说服他们 改变他们的想法 改变他们的行为 拥有这样子的说服力 也让我在这个创业的旅程当中顺遂很多 所以当我们说到创业 或者是赚钱 或者是销售 或者是不管是任何东西 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那么现实呢 为什么你想要赚那么多钱呢 为什么你想要 为什么你那么贪心呢 其实你可以好好的运用 你在创业当中学习到的这些技能 这些知识 把它好好的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的话 我相信对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这些创业的知识 创业的技能 创业的技巧 不只是让你赚更多钱 或者是让你的事业更好而已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人生 帮助你的生活 帮助你身边的人都更好的一些技能 那今天我分享这个影片呢 我也不是想要多鼓励大家 就是来信给我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忙 我之所以会做这个影片呢 也是希望多一点人 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些技能 还有一些技巧 所以想想看 如果有100个人需要这样子的帮助的话 如果我可以把这样子的技能 这样子的技巧 交给10个人 那每个人只需要去帮助10个人 这样子100个人就全部帮助到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你想要把这个英雄说服力 运用在你人生的什么地方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觉得这个影片对你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 也麻烦请你们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 还有也别忘了按赞 还有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按下旁边的这个小铃铛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